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大家来共笔 因为我看到像PM2.5 像我们在高山有一些缆车要兴建 在这里面也没有提及 就是说我看正好有去参加一些三菱书院的课程 知道有些事情 那没有提及到 所以我的想象是 有没有可能把它放在网络上 形成一个共笔 让大家去填充 如果它知道有什么东西它可以写进去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我想到的 我刚刚想到的是 也许维京百科是一个地方 因为维京百科是可以 大家在那里面填资料 然后你可以 那是一个很严谨的地方 你可以增加连结 这是我的想象 我其实想要补充一下刚刚的同学 我觉得他想要问的意思 应该是说就是当环保团体 他的意见跟在地区其实是有差异的时候 那你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是不是也会有可能变成一种 可能类似环保团体去强势介入当地医体的一个情况 因为其实那时候 因为他刚刚知道那个 阿朗一的保留的问题 就是那时候我刚好也是从那个高雄 然后搭右海车下去 然后我看我的搭档是一般 就是上面都是荒野保护协会的人 那时候就是主持人就在车上问他说 你们对于这个阿朗一古早的这个保留有什么意见 然后其实我就发现说 其实很多人他们对这个议题是几乎没有什么认知的 然后就开始讲说 因为我都还没有带小孩去那边看过 然后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保留下以后 我就可以去那边观光之类的 就充满这样的一些意见 然后我其实还蛮养溢的 那时候就去整个会场 就是你知道会场就是旌旗飘扬 就是各自各样很好的团体都在那边 那有时候都会想说 那就其实如果在现场有这么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 然后他们其实也对在地的一些生态 然后或者是为什么要保留阿米古道 这个根本都没有什么清楚的了解的话 就我其实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形象 对 好 先用调 谢谢 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那个资料的确有些是那个 其他组织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没有把它放上网 但是我有在比较很多小众的场合理 那个表面做讨论 或是在不断在追加 甚至我在中国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来做的 我也不能讲 他们应该试着去整理中国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至于是不是有放上去 因为那个资料我已经 我原始的人是谁啊 如果知道哪个组织 我可能就找到 我猜可能是方简的东西了 再去跟他谈谈谈谈 如果他觉得OK 的确我也觉得适合 不知道他把它放上去再把它封 你看我只整理到1999 两年之后不太想整理 因为觉得这个我没什么希望 在整理就一堆事件 就说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看到一些新的机制 去产生一些对话的可能性 所以我后来就不耐心在整理后面 知道 我的确很容易值得在整理 那第二个同学 你讲的东西 谢谢你的再补充 就是说 这国体非常重要 那今天我坦白讲 我非常克制了 没有讲任何的环保机构的组织文化 甚至八卦 这是我对其他组织的尊重 但是我理解就是说 组织有组织的多样性 每个组织对环境异体 或环境运动的看法不一样 所以我今天大概介绍了 我们组织在里面做的方式 但是也有组织 有其他结果 因为我的做法不见得好 我都尊重 不过你的结果很重要 就是说 我就是很担心 很多环保运动的参与的朋友 或是关心的朋友 太到底至上 甚至他的好心 他只是好心 但他的好心 其实他忽略了很多 就是大家之间的差异之下 应该有互相的尊重跟理解 所以你讲的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的做法来说 你绝对不可能 在那个场合解决问题 我讲的场合就是 你在旌旗看到的场合 就跟他谈问题 绝对解决不了 所以事前互相的学习 跟互相的了解非常重要 其实是你不同意见 那个东西通常不会写在 环境运动的事件里面 但是在这个环境运动之前都非常重要 包括房调 包括你跟他去拜访 甚至跟他甚至不打不相似 都有可能 我后来当然发现一些比较好的平衡 就我刚刚讲 比如像社群大学 也就是说你在没有出事的时候 大家都有沟通讨论的机会 譬如说你谈 这个海岸线该不该盖提防 还是你觉得应该盖啊 这样我才不会受到影响 这是我的不同看法 但是你绝对不会在什么提防要不要派的线刊会议里面去谈这个事 不可能 因为大家这个立场都很坚定清楚 所以平常有非常多沟通的机会 那那个学习互动非常重要 那我但有点过于天真讲说 好像说只要大家互相谈 就会找到一些共识 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 可是的确我们的互相谈 我们后来去修摆我们的看法 就像你讲我们本来的想法可能想是这样 其实事情可能不是这样 他讲可能有道 可是不见得最后一定是他对我错或我对他错 而是你现在渐渐谈出来一些新的体验新的认知 那这个里面可能还需要第三者把资料放进来 或者说你最后的局也不会在这个事情 我们常常在环境的议题里面有不同意见 这个本来是一个文化的合作过程里面 大家可能了解其实大家都是善意的 所以后来我们已经不太谈了 我们就要在做环保运动 我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分配的讨论 就是怎么分配比较好 所以分配都没有谁对谁错 而是谁里面你可以说服别人 里面其实很细致很复杂 所以也有很多 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们自己内部主训 我开玩笑来 我们中央有很重要的课程叫做做人的道理 这个很重要 到地方去嘛 你如果就是了解别人同理心 甚至你先去帮他解决他夫妻两个之间的争议 你就发现后来跟他本来在环境界不同 居然能够找到工作 有非常多细致的过程 不过这个都是学习的 而且这样的里面才发现这个台湾的这个 草根的这个社群里面有好多非常精彩的东西 谢谢 今天很感谢那个大伟姐的市长 就是因为其实应该要很慎重的感谢他是因为 其实不管您本身个人的身份 或者是代表就是协会的部分 还有我们所其实也有学生在绿萌做一些学习 我觉得在这些不同的层次当中 其实给我们这些新生带很多学生 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学习的场域 那今天我以前从就是这些环保运动的这种 变迁模仪跟早餐里面 那我觉得其实让我们感同深处的地址 那种就是相互去不同的厂子的那种地址气壮 跟那种相互应援就是支援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种失伪 或许应该把它提升到一个更深刻的 做一种所谓的教育传承 甚至可以把它放在历史场合里面去看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保护对他们社会的影响 那我觉得其实很像刚刚我以前提到 非常量都很需要做的事情 那在庄理会者如果说 你有被打动的 你有被触动的 那个查续的时候 那请你请加入我们 我相信我们都可以讨论这个议题 那我们是不是先掌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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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